2017年东森新人王全美总决赛 26号周六登场 每位选手摩拳擦掌力求在舞台上展现最完美的一面 因此东森美洲电视特别请到了明星彩妆师 针对每位选手的特质给予这个专业的彩妆建议 请看东森新闻团队深入报道 专程请来南加州客客有名的明星彩妆师Amy老师 针对新人王16强讲解美妆技巧 哪怕是没有任何美妆基础的男学员 Amy老师也愿意从最简单的分地液开始解锁 而针对不同的肤质类型 Amy老师也给每位选手不同建议 特别挑选洛杉矶的嘻哈唱将 田佩现场示范舞台美妆 只见识学员全神贯注请做笔记以及发问 为的就是能在总决赛舞台上打棒光彩 对Amy老师就说我到时候眉毛可以再画一点 然后我这边还是就是我这皮肤的颜色不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用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叫什么颜色去改一改 然后肯定会做的 比较看起来他们就是穿衣服都很低调 回顾宝岛歌王叶启田 南加州双叶金水 周夏演唱会上精彩表现 但许多人却不知道 叶启田的专属彩妆师就是Amy老师 不仅彩妆资力丰富 Amy老师的态度也十分亲切 面对新人王学员更是不留余力的 要将自己的彩妆功力灌输给他们 希望选手们都拿出最佳表现 老师说我在台上会显得成熟老气 就是因为我妆容化的 之前都是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不适合我自己的 所以今天的课程真的帮到我很多 以后也不会就还是19岁的样子 而不是像20多岁的样子了 鼓励来自全美的16强唱将 都能在总决赛舞台上全力爆发 26日周六晚间7点 雅凯迪亚艺术中心 争夺东森新人王全美冠军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欢迎上东森美洲台官网 以上是东森新闻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